大家好,我是文林,今次帶大家介紹航拍機基本知識 過程中有機會未能盡善盡美,請多多包含 玩航拍機有什麼配置呢?只要一定有航拍機啦 跟著要空氣和手機,最重要就一定有電池啦 航拍機起飛前需要做少少事前功夫 否則不能夠暢順飛行和有機會炸機的風險 好啦,不阻大家,聽我講解啦 開啟了手機的DJI 航拍機的Apps 之後 開啟遙控 手指公這個位置開關 這個,左手邊這個掣,是反航 右手邊這個掣,是拍片 這兩條是天線來的 Basic機遙控的手機 好,手指控上я了手手表 搖上一條數據線 搖上數據線 然後遙控的正面 左手邊的遙控 右手邊的遙控 是不同的 我們現在看到遙控 一短一長開 按右手邊的開關 一短一長 會聽到這些聲音 這樣 另外啡機的底部 按鈕 又是有個按鈕 一短一長開看 又聽到嘟嘟聲 按下遥控和飛機開啟後 進入畫面 已經接駁了飛機 介紹飛機的畫面 現在進入航拍機的apps 按進去 這樣就連接了飛機 左上角 有個叫謹慎起飛的 因為在室內 所以它告訴你沒有GPS 叫你小心飛行 而有個叫普通檔 那個是飛行的MOD 普通檔 運動檔 和平穩檔 三個MOD 接著中間這個 就叫做長岸起飛 一會兒試給大家看 下面有一個是地圖 和一個姿態球 這個就是地圖 現在身處的位置 左下角 是實體的畫面 好了 接著按一個叫做姿態球 飛機的飛行姿態 好 接著 在左下角 有一個H D 其實那個是公里 飛行的距離 和飛行的高度 而右手邊 右下角 有一個JPG 即是代表拍照 地圖拍攝的解像度 EV 即是代表曝光率 AE即是曝光鎖 AE即是曝光鎖 和調整個快門的速度 和調整個快門的速度 而右邊有一個紅色按鈕 是代表錄影 是攝影功能 和有一個叫做 只能拍攝 一鍵短片 下面有一個箭咀 那個是 拍攝 後拍片的畫面 好了 最重要的那個 圓圈有一個87的字 就是電量 它有說距離自動返航 距離自動返航 距離強制降落 距離電量耗盡 距離自動返航 距離電量耗盡 接著 旁邊那個 就是電量 餘下的飛行時間 在旁邊那個 RC 就是遙控 跟飛機的接收 在旁邊那個 就是GPS接收 多少顆衛星 好了 按一按三點 有個Menu 是可以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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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護難 就是代表你現在的飛機 最高 最大高度 500米 最遠距離 最遠距離是無限遠 最遠距離是無限遠 是可以看到更新反航點 接著有個感應器狀態的 一個叫做指南針 教診 一個叫做imu 教診 為甚麼要有這兩個呢 指南針 是飛機 自己分別東南西北的方向 而imu 是代表什麼呢 是代表飛機的大腦 如果飛行期間有些異常 就是代表飛機大腦有少少問題 越需要調校 我們嘗試調校指南針 開始調校了 首先 打橫自轉 好了 接著就打動自轉 這次的方向 是代表成功 了 前面 這次的方向 代表成功 調校指南針 旁拍機的大腦 我們調整一下 KG Photo 放 完成了 現在開始起飛了 如果調校自動起飛 按左手邊有一個叫做起飛 按著它 放手 它就會自動起飛 好 如果有另一個看法起飛 就是 將這兩個 Joystick 的內八字 推 內八字推 它就會啟動 然後 左手邊 向上推一推 這樣已經可以了 好了 介紹 左邊 兩個操控 如何操控 首先 左手邊的操控 向下 左手邊的操控 向上 代表飛機 升高 好 向下 向下 飛機降落 向左 代表飛機自轉 左 左自轉 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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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飛機 向下 移動 向下 移動 移動 將以下,由下而上 就是這樣 最後,將左邊推崗 向下拉 飛機會自動降落 今次介紹降拍機的基本操作 大家都略知一 我除了玩降拍機之外 我將拍出來的影片剪輯後 上載Youtube分享給大家欣賞 現在用著影片剪輯影片 是達軍旗達文西 這套影片是免費的 它功能上非常專業 拍得住Adobe的Pedia 好啦 分享介紹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欣賞